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站出来阻止这一行为 而她也注意到了李欧 也爱上了这个高大帅气的人类 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就不能忘记你的容颜 这就是爱情啊 于是艾莉就把李欧和另一个人类女孩戴安娜 买回了家里当仆人 在一次晚宴时 艾莉的未婚夫泰德将军也来了 这是一只残暴的大猩猩 尽力地打压着人类 而李欧也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就那样直接盯着泰德看 这一下可把泰德给惹毛了 直接想要撕烂李欧的嘴 看着这么残暴的泰德 艾莉很是生气 直接离席了 完颜结束后 李欧便开始计划逃跑 这必须得逃跑啊 幸亏自己的牙口好 嘴没被撕烂 下次还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幸运 李欧毕竟是聪明的人类 很轻松打开了大牢 带着一群人逃走了 艾莉也帮着这群人逃跑 毕竟李欧是自己的新上人啊 李欧也成功从太空舱里 拿到了接收器 还从接收器上 发现原来母舰也在这个星球上 于是李欧决定带领其他人类一起 前往母舰离开这里 另一边 泰德不仅得知 李欧是从天而降的神秘人 也得知自己的未婚妻 竟然帮着人类逃走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感觉自己好像被虑了 于是泰德下定决心 要杀了这群人类 李欧异性人终于找到了母舰 但此时母舰早已是一堆破铜烂铁了 原来母舰比它早几千年到达这个星球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母舰为了寻找它 也被卷入了虫洞中 但凡是率先进入虫洞的物体 都会晚一步穿越出来 而后来进入虫洞的 都会先一步穿越出来 因母舰是后来进入的 所以比李欧早一步到达了这个星球 而且这一早就是几千年 当时母舰上 有一只叫西莫斯的星星 他带领其他星星反抗人类 最终统治了这个星球 而人类也慢慢退化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欧的行为 带来的蝴蝶效应 他久久陷入了自责 这时候其他人类也赶了过来 而星星军队也追杀过来了 双方展开了一场 你死我活的厮杀 就在人类要被打败的时候 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白光 毛孩开着太空舱从天而降 原来毛孩比李欧早进入虫洞几秒 所以才最后一个到达这个星球 其他星星还以为是先祖降临 直接就给下跪了 但泰德可不管 直接把李欧扑倒在母舰里 李欧最后凭借人类的智慧 将泰德关在驾驶舱内 最后人类和星星也决定和平相处了 随后李欧就开着毛孩的太空舱 开往太空 穿越虫洞后回到了地球 并且降落在美国的一座纪念堂前 眼前有一个类似林肯总统的实相 可仔细一看 竟然发现是泰德将军的实相 李欧一脸的惊恐 此时外面又赶来了一群人员警察 李欧不知道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久久陷入了绝望 电影就此结束了 李欧似乎也明白了这一切 自己把泰德关在驾驶舱后 泰德迅速掌握了航空技术 并带领他的部下一起穿越虫洞了 但由于泰德比李欧晚进入 所以就比李欧早了几千年到达地球 最后带领其他星星打败人类 成为地球的主宰 然而这只是个猜测 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诡异的一幕 好诡异的一幕